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恒情创新方作为力兴集团旗下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综合旅游娱乐项目 将最新的科技元素融入娱乐文化中 这里打造一个即电影、文化、体育、科技、时尚等为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项目 创新方的出现不仅为恒情带来一座全新的主题乐园 还通过融合全新概念将主题乐园与文化、科技、商业相结合 运用多媒体、虚拟及扩增实际等科技技术 随时变更娱乐元素 使到访客可以亲身体验、亲手参与 将科技与娱乐相结合 会产生怎样的视觉和触觉效果呢? 在恒情、在创新方 不同类型的体验项目、多方位的专题设置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变化中的恒情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创新方的项目董事总经理梁浩昌先生 梁先生您好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来到创新方 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创新方在恒情的地理位置 好啊 其实我们创新方项目是在环琴岛上的正中央 我们其实想打造一个粤港澳的娱乐旅游平台 而我们针对的对象都是以粤港澳的市民为主 其实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图上高 我们创新方项目距离 澳门的距离其实非常之短 如果大家看到这里由环琴口岸 至到我们创新方这个位置 大概都是三分钟的清晴 除此之外针对广东省的一些 比如游客或者市民 他们都会从珠海那边过来 其实现在珠海来到环琴都非常方便 除了说现在可以开车通过环琴大桥 或者环琴二桥过来之外 其实环琴在2018年都会有城轨 和珠海的城轨连接起来 现在目前来说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熟悉 在拱北那里有个珠海站 2018年其实整个城轨也都会延伸到 在环琴这个位置 距离我们的项目也很近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最兴奋的当然 就会是港珠澳大桥 我们都从不同的消息了解 港珠澳大桥希望都会在明年可以通车 通车之后呢 其实由香港的赤立国机场过到环琴 其实虽时只是45分钟 所以见到其实我们创新方项目 好像是处于在环琴的地方 但其实它的优势就是真的很近澳门和香港 现在我们来到了创新方的沙盘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创新方整个的布局 我们可以看到创新方这边分为了五个大块 但是每一个块它是用于做哪些 或者它是哪些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创新方其实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愿景都很清晰 最近都见到很多报道以为创新方是搞主题乐园 虽然环琴整体的定位是做一个综合的旅游娱乐中心 但我们自己其实想做什么呢 我们是想做一个华南区最具有参与性的综合娱乐旅游目的地 大家看到这个好像手掌的形式的设计 这个是我们一期的发展 那一期为什么会像手掌那样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做文化 很多东西都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甚至乎创造我们经常说到 都是要靠自己掌握的 我们刚刚地理位置又是在环琴的正中央 所以就有一个好像类似手掌的一个形式的设计 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主打的娱乐体验 最近都有报道就是我们跟 和荷里活的丝门影业打造全球首个的丝门娱乐天地 那也都有在那里就是有一些适合亲子的活动 尤其是有教育意义的 在我们一期的第三层里面 也都有一个和国家地理杂志 全球合作首个的国家地理探险中心 那占地4500平米 那随此之外都会有一些配套 我们包括有一个海悦的酒店 大概有494个房间 在中间这里我们有一个建检的美容中心 也都是我们跟台湾的投资方一起合作 所以看到其实整个一期很多元化 那去到其实我们二期的项目 我们刚刚在今年都做好整个二期的规划 那最近的两个月都有公布我们是第一个企业 全球和王家马德里足球会合作 打造全球首个王家马德里的足球体验中心 在这个位置 那另外也都有和保时捷的合作 最近9月28日我们都有公布 也都是打造全球首个的保时捷汽车体验中心 所以在我们二期规划里面 也都会有一间国际化学校 为超过1500名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国际化教育 那第三期项目和第四期第五期 都会陆陆续续进行规划和建设 整个创新方项目 我们都预期大概在2024至2025年就完美完成 刚刚我们听梁先生介绍完整体部分之后 我们被其中一个像手掌心一样的建筑吸引了 这就是创新方的第一期项目 现在我们也请梁先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手掌心包含哪些内容呢 其实都见到又回来这个主建筑裙 真的好像一个手掌一样 有三个手指和一个掌心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画时代的设计 也是很未来的 我们看看这个类似一个手掌位置 其实就是我们娱乐体验的主场馆 刚才和大家提过的斯门娱乐天地 就占有这个位置大概22000平米 横跨四层 那来到除了斯门之外 这个位置其实都是我们属于主场馆位置 我们都有一个超过能够同时间容纳1500人的多功能表演场馆 那来到我们令创新坊第三层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我们和国家地理杂志合作做的 华南首个国家地理探险中心 那里面占地4500平米 也都有超过18项 极有互动性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玩的一些设施 那在最右手边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的海悦酒店 那里面都有494个非常豪华的客房或者套房 那去到中间了中间这只手指 我们说的45678层超过8000平米的地方 有一间我们和台北医女集团一起打造的一个健康管理美容中心 那里面都会提供两大型服务 包括身体检查 我们叫健康管理 那随此之外 那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美容服务 那就不用特意去到韩国 来到横琴 横琴已经有这种服务 那我们这里呢 最后这一只手指都提供了很多的工作空间 给到不同的公司 如果他选择落地盘盆 都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工作 那大家看到这一道了 这些比较矮小的建筑物 其实也是我们的文化创作室 我们这种产品就专是被一些属于参与做文创公司 尤其是一些可能类似外国Loft或者Soho的概念 那对于四周的一个交通连接方面 有没有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其实有的 在创新方我们本身自己也提供了超过2000个车位 那将来这个口岸的规划都会成为一个交通疏楼 那由澳门过年回大 过来到横琴口岸 其实就已经有一个类似轻轨 或者是盛轨的一个交通通局 会来到我们创新方便的位置 那另外除此之外 我们也是第一个横琴的企业或者是项目 和香港最大的跨境运输集团签订了独家协议 就在我们一期项目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跨境巴士的服务中心 那等到港珠澳大桥明年通车的时候 也都希望借住这个中心 为横琴或者横琴创新方 和香港提供一个无缝连接的交通服务 作为香港丽星集团旗下的 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综合娱乐专案 项目第一期也即将与大家见面 稍作消息 广告之后我们将与您一同去探索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带来的恒情特别关注节目 变化中的恒情 我是王金 来到创新方 就像进入一个科技感十足的未来世界 本期节目我们也将邀请 恒情创新方董事总经理梁浩昌先生 与大家介绍这个充满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地方 刚刚我们同梁先生一起对创新方的地理位置 和建筑特点做了一个基本了解 现在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走进创新方的第一期 首先请梁先生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创新方的第一期包含哪些项目 创新方第一期的主打当然就是我们作为第一个企业 全球和丝门影业打造第一个丝门娱乐天地 这个丝门娱乐天地其实它都占地有22000平方米 里面包含了六个丝门影业最受欢迎的电影系列为主题 包括《机外游戏》、《分歧者》、《埃及战神》等等 一些很受年轻人欢迎的电影 整个地方22000平方米分开四层 根据六个不同的电影主题分开六个互动的区域 每一个区域又会有一些大大小小 结合了电影元素和科技的体验 务求就希望将我们的奔客带到到丝门的电影世界里面 那里面也都包含了不同的电影元素的主题餐厅 还有含有很多电影元素的一些特色的商品 会可以购买 诗门娱乐天地将电影情节中的世界带到我们身边 为喜爱电影的青年朋友带来无限乐趣 在创新方 小朋友们也会体验到作为一个探险家的乐趣 美国电影制造公司诗门营业 于1997年成立至今 已出产多部耳熟能详的电影作品 此次恒情创新方 与诗门影业合作成立的主题互动体验中心 将在占地两万两千平方米的区域 将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 包括饥饿游戏 目光之城 分歧者 惊天魔道团 神战权力之眼 以及金蝉脱鞘六部作品 通过沉浸式的环境 为参观者带来森林电影世界的独特体验 同时围绕不同电影主题 还将设置全方位的娱乐天地 以及主题特色餐饮设施和零售店 为参观者带来全方位的互动体验 刚刚听您讲在第一期项目中 有把诗门娱乐电影引入到整个项目中来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和诗门电影合作 然后把这样一个电影主题的项目 然后融入到整个项目中来呢 与诗门合作都有些渊源的 因为本身离生集团都有参与很多娱乐文化的事业 其实我们集团旗下的环雅影业都有与诗门合作过的经历 我们也有帮忙发行诗门电影 之前一直跟他们构思有一个创新方的项目 在意外中也得知 原来诗门影业一直都很想做到一个 类似这方面那么落地的体验在中国 大家有一些是一拍即行 为什么会想到有电影这件事 除了我们自己从事电影 我们之前都有跟顾问公司谈开 就是说环顾整个粤港澳 其实有类似的娱乐互动体验 其实又不多 尤其是以电影为主题 那对于创新方这样的一个影视来说 您认为它的特点在哪里呢 在整个诗门娱乐天地的合作过程 我们跟诗门都有共识 就是我们希望每两三年 都可以针对诗门影业最新的主题 可以就一个内容作出更新 还有在我们整个娱乐天地里面的互动设施里面 都大量地使用多媒体 还有我们在这里讲到的 Digital mapping和media的认识 原因就是设施可能你未必更换到 但只要当我将里面的软件和视频转变了 这个游乐设施又会变成另一个主题 我们知道除了电影视的体验 创新方还为小朋友和青少年 带来了国家地理探险家的项目 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把探险系列主题带入到项目中来呢 其实这个早在三年前我们都经过 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国家地理雜誌联络了 也得识国家地理雜誌 在中国都希望推出好几个这类型的学习中心 里面其实大部分的体验都是互动 因为我们很着重小朋友要学习一定要参与 透过参与的过程可以启发到他们学习的兴趣 我们有个叫野外竞速Safari Runway的一个娱乐体验 它是利用一种3D的投影 将可能世界上不同的动物投影在一个40米的赛道 小朋友就可以不但只和大家小朋友一起斗快跑 甚至可以比较原来他们的速度 和不同动物的速度赛跑的时间又是怎样呢 家长又可以在一边和不同的小朋友打气 像《诗门娱乐国家地理》杂志 是这样类型的项目选择和企业合作落户在恒情 看中了恒情的哪些发展优势呢 其实中国尤其是我们讲中国内地很多我们叫做中产家庭 其实他们想追求的已经不是再是基本的一些满足感 我们看到每年在中国内地出游的游客的数量 已经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就是这一方面的旅游娱乐体验 其实在中国内地过去是缺少 而很多外国品牌的公司也都看中了这个需求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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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中国内地 加上瀝身自己的品牌 亦都是香港那么有历史的公司 他觉得很好 另外一个契机就真的讲地点 横琴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第一就是它很靠近香港和澳门 只要我们说交通的连接能够做好 其实我想每一个游客除了去香港澳门 都一定会去到横琴 您认为在恒情做整个项目的一个推广 它的特点和整个需求的点是什么呢 横琴在起步的阶段 因为由中央宣布发展横琴 2009年现在都不够10年的时间 但好处就是它好像一个泥交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人流方面是没有什么限制 就是横琴始终都是属于中国画力的一部分 有大量的人才可以来到横琴 从事这种旅游的服务 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 整个未来香港澳门和横琴 横琴很自然就会成为一个旅游娱乐的中心 试幻想下在这么近一个小时的距离 你有纽约、拉斯维加斯和横琴 将会成为将来中国的澳兰多 在全世界都应该没什么类似发展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将会在什么时间 跟大家正式见面呢 项目的一期呢 整个主体建筑都应该今年年底完成 预计2019年1月可以对外开港 整个项目也不是仅止一期 刚才我们有说过有很多二期三期 陆陆续续会上马发展 我们都希望整个创新方法项目呢 在2024年就可以大致完成 即将在2019年与大家见面的 恒情创新方第一期项目 将推出包括电影沉浸式体验的 师门娱乐天地 通过最新科技 将知识、游戏与学习体验相结合的 国家地理少年体验家 兼具人文、健康与休闲为一体的健康管理 以及酒店、多功能表演展馆、独立活动馆等 为恒情打造一个高科技、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项目 使恒情与香港、澳门共同发展 将休闲娱乐文化体验打造成为恒情的特色 将大湾区发展成为有东方特色的奥兰多 刚刚听梁先生给我们介绍了 创新方第一期丰富多彩的内容 也知道在19年 创新方第一期就会正式和大家见面 而创新方的第二期也正在规划中 今天非常感谢梁先生来到我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多样的互动式体验、多元的文化创意设计 使创新方备受关注 创新方也将通过引入新的提案项目 为受访者的探索之旅增加更多可能 关于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拨打栏目24小时咨询热线 或者登陆澳门有线电视官方网站进行互动留言 您还可以登陆中海天惠星投资有限公司网站 浏览更多资讯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变化中的恒情再见